正式的迎接我們ACTROS第五千台 在台灣正式的亮相 隨著景氣回溫 國內運輸業市場擴大 整體商用卡車需求旺盛 賓士商用重車在台生耕多年 2015年將是豐收的一年 原廠宣布以德國原裝進口零件 在台組裝販售的商用車ACTROS 銷售正式突破五千台 我們在各國各國各地的國家 當然有關於輸入職業 但另一個優勢是 我們能夠應付更好的市場 我們可以製造我們的產品 當然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我們在國內工作的工作 我們也有很慌張的地方 有很多技術 進入技術的技術 我們會繼續製造台灣 在台灣設備 商用卡車一貫重視馬力、省油和耐用 賓士Aktros不但符合所有車主期待 多年來建立的優良口碑 也獲得五千個車主的認同 2007年第一台賓士買的 開起來就是很爽快 爽快就是我們的車的舒適感好 因為我們要走長度 讓市長說這個賓士的賓士 它有個勝出 勝出的情況 我們今天比同業更緊張 而且它的維修據點還有很多 如果萬里車有什麼問題 人隨時我就會來處理 車子和後勤的保養真的是一機棒的 Aktros順應台灣環境 打造專屬台灣的全新1836LS規格 較短的3300mm軸距 更適合台灣的碼頭和貨櫃廠 12000cc搭載先進BlueTek科技的柴油引擎 除了馬力、扭力更大外 低油耗的節能表現更能節省成本 低排屋對地球也更友善 賓士卡車為什麼適合台灣這樣的環境 這樣的時候這樣的地形 台灣的地形 丘陵地跟歐洲都是類似的 而且對我們有信心的是 我們的產品真的是適合台灣使用 因為它耐用 它高品質 它油耗也是非常節省 對於不管是拖車頭或重車司機而言 都是很好的保證 保證什麼?保證你可以賺到錢 保證你可以省到錢 保證可以用到好車 而且你行車是安全的 駕駛我們的車輛 你會覺得很舒服 你在你的安全感上 在操控上 都可以很容易地說服你的 不管是投家也好 還是駕駛司機也有 所以這為什麼我們賓士卡車 今天會有這樣的成績跟效果 是值得肯定的 放眼全球 高油價、高排屋標準 已成趨勢 商用卡車面臨的問題更是嚴峻 賓士打造專屬台灣的商用重車 要讓台灣企業還有車主們 可以賺大錢 更可以愛護家園 觀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